哈喽大家好 今天晚上跟大家拆两个福袋 是我15年年底的时候 也就是圣诞节和年初的时候 买了两套福袋 一套是哈巴的 一套是成也医生的 然后买的 那我们先拆一下哈巴的 哈巴的东西好像一共有13件 对 一共有13件 我们来说一下有什么 它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盒子里 然后上面写的就是 Lucky Bag 2016 然后哈巴 然后 它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 首先呢是身体乳液 一个挺大的一支的 那个Body Milk 身体乳液 然后这个是一个精华水的喷雾 也挺大的 是80毫升 然后这些我都还没有用 我只是跟大家一块拆箱 分享一下福袋里有什么 其他的东西呢 用过以后呢 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 然后是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Night Recovery Drill 一个业用的修护的胶状的 这里状的一个 一个碗霜吧 这个看起来好像不错 然后是一些有三贴哈巴的面膜 对 那三贴哈巴的面膜 这一贴应该是我的日本耐购给我送的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 有70厘 我看一下啊 一天浮5到10厘 啊 70厘 这也就浮一个星期啊 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 里面有一些 里面有一些B2B6B12 嗯好像是类似酵素的那种吃的片吧 教素 然后是这些 还有 在这个 看里面有什么啊 这个是一个 嗯 makeup base 一个打底的乳液 这个是SPF14PA两个加的 是cream状的 我估计可能冬天比较合适吧 然后有一大支这个 嗯 唇 唇蜜 哇 真的一大支 13克 哈巴的一个唇蜜 我没有用过这个日系的这些 这个是个什么呢 哦 这是一个保湿的steak 就是一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保湿的一个 嗯 类似唇膏 但是你可以补妆的时候 上脸涂一下 然后 然后再盖 盖粉底啊 或者是盖 嗯 粉饼之类的 这个我也挺想买的 我一开始想买那个 EPSA的 就是我想买EPSA的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 然后正好有这个了 也不想买了 那个EPSA的那支 就是精华的 嗯 棒状的补水精华 在国内 国内专柜没有上 所以只能靠日本代购买 日本代购有提价很多 然后一个哈巴的 嗯 精油 那个我之前有一瓶 也给大家分享过 然后我都用完了 它用的非常慢 非常精用 虽然这么一小瓶 我有 我那个就是 用了大半年吧 才下了一半 然后后来的一半 我就倒在我的一个 粉底液里面了 所以就用完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瓶精华 一小瓶精华 这个应该是可以 出门带着用吧 比较方便 这个 然后 这个应该是我的 日本代购送我的 一个抹茶的 这个味化 应该是日本专供吧 然后就是最超值的两样了 其实这个福袋的价格呢 就是这两样的钱 然后就其他的都是相当于送的嘛 然后这个是一个化妆水 我记得没错的话是J路 对 就是大家常说的J路 其实要J路挺不合适的 因为好像福袋那个VC水的比较合适 因为价格是一样的 但单买的话 那个单侠比较高 然后还有一瓶 这个叫什么 White Lady 哦这个 这个我见过很多微博 投过 然后 一个 美白 的精华 希望好用啦 然后 我数一下这个福袋里面一共有多少 它好像出夏日福袋了 这个我都过了很久了 这是两六百左右 我不记得了 然后应该是挺超值的 我这个会在明天就开始吃吧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拆那个 呃 呃成也医生的成也医生的我买的非常贵 然后买了一堆东西 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哦对了 好吧 还有这个呢 对 一共是13样的东西 它是一个手袋 然后这个手袋 其实质量还不错 就是那种软软的皮质的一个手袋 但是它是没有 没有拉锁的 所以就可以提一些便当啊 盒饭啊 就是这种东西 就可以你可以把这个袋子撑开 然后又抵的比较好看 就是这个 这个超喜欢 还不错 然后再看成也医生 啊 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说成也医生的 哦 福袋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 这个福袋呢 非常贵 我大概花了五万块钱 对五万日币的福袋 但是非常非常超值 我为什么买它呢 是因为我特别想要一个这个 它是一个美容仪 它叫做多机能超音多美颜器 对就是这个 然后我特别想要它 所以呢 我就买了这个福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这样的福袋 一个美颜器 还没有使用 我之前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日历1000 N1000似的 它我也用了很久了 有两三年了 对 然后 它是那个带变压器的 所以非常不方便 就是你必须要带变压 带变压器 然后它没有冷感 哎 有没有冷感 来 我忘了 不记得了 所以我就想换一个 我就买了它 好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福袋里到底都有些什么 它有一个 这个的一个宣传课 对一张纸 我就按照它来说吧 然后 第一部 Step 1呢 它是有截面 它截面呢 Step 1和Step 2都是截面 对 那截面有两支 一支呢 就叫cleansing 然后一支呢 叫做washing foam 这两支 然后好像这一支呢 是 适合晚上用 这一支呢 是白天晚上都用吧 可能是一个是卸妆 一个是截面 然后这是Step 1和Step 2 就是这个 这个可能是卸妆 我觉得 然后 接下来第三部呢 是导入 导入它给了一个 这个 对 然后 这些东西的中文名称呢 和具体的一些东西呢 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里 因为我都没有用嘛 就相当于跟大家一起拆箱 看一下福袋里到底有什么 所以具体的呢 或者是之后的使用感受呢 我会再拍一支视频 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想看什么的试用分享呢 也希望大家在下面给我留言 好 接下来呢 再说第四部 第四部就是它最经典的 这个我没拆 就是它的维C水 这个能看见吗 维C水 一整罐 有285毫升 哇 好大一罐 维C水 维C水的使用方法呢 它就给了这个 用泡膜 然后它非常酷 它是有一个小碗 然后下面有一些压缩纸膜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压缩纸膜放在小碗里 然后 把这个水倒在小碗里 让它吸水 膨胀开 好 然后再说 Step 5 Step 5呢 它给了 哇哦 三个 三个 这三个呢 应该都是类似面霜的东西 然后呢 就是胶状 褶状的面霜的东西 它是配合美容仪导入的 看一下这些到底有什么 一个是 Aqua Collagen Gel 一个Super Monster的 这个 白色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个A-Riche的 然后还有一个 Haku的 美白的 要用美白的 然后三个都超级大 你看 快盖住我的脸了 都是200颗的 超级大的 然后 我看到上面写说呢 你可以配合着用 比如说呢 你早上呢 用 这两个搭配着用 然后呢 晚上的话呢 这两个再搭配着用 因为这个是美白的嘛 然后或者是呢 你可以分部位使用 比如说你下巴上这一圈呢 就会涂这个A-Riche的 然后这可能有点抗衰老吧 然后 在整个面部 上面这部分面部呢 可以用这个普通的 这个 叫 可以就是保湿的吧 特别保湿型的 然后就这 三个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说step 7 step 7呢 就是 隔离霜 就是这个隔离的防晒霜 这个我已经拿出来用了 你可以看到 我用这么多了 已经用了一个多星期了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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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 好用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我今年夏天 觉得我用的防晒霜里面 最好用的一支 没有制液 它不像其他日期防晒霜 是那种修正液 涂改液质底的嘛 需要摇晃 然后那种就会 泛干 拔干 然后会泛白 这一支就是 纯乳液之地的 然后绝对不跟粉底液打架 保湿力巨好 然后可以单独使用 非常非常非常 我非常喜欢这一支 成液医生的 这个包装的防晒霜 然后它是 spf50加 pa4个加号 真的是 我觉得是我今年夏天 发现的最好用 最有意义的产品之一 就是这个防晒霜 我强烈强烈推荐大家购买 完全就是你买了 沉浸在这个防晒霜的感受里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支 就是这个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 东西太多了 好 在这里 有一个 这个是粉底液吗 这个也可能也是隔离霜吧 就是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东西 哦对 还有一个step6 这刚才说的是step7嘛 这两个是step7 然后step6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贴纸 我觉得是贴在法令纹处的 然后可以缓解法令纹 这么一个贴纸 这个是step6 这是step7 然后step8是这个BB霜 不是BB霜 CC霜 CC霜 step9是 Foundation Foundation 好 然后是 一个葫芦形海绵 对 就是这些了 这是所有的服务道 就是这些了 好 谢谢大家观看我这支视频 然后也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关注我的微博 好 就这样了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